我说什么来着 用碎片化的游戏剧情 整理出故事梗概并不难 难的是还要依据这些碎片 反推出过往历史的故事 而雪原在这之上 还需要玩家拥有较多的知识储备 才能了解得了他的世界观 所以更是难上加难 那么多人天天追着圈踢我 让我讲雪原 还扬言再不讲就取关 关键是就算我能讲得清楚 那你能听得明白吗 我可不是针对你啊 我是说在座的所有人都是 小可爱 游戏一上来 并不像其他魂系列游戏那样 还有个片头动画 来交代交代故事背景 虽然我们停留在菜单界面一会儿 会有一段CG动画 但其实这只能算是一个宣传片 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而想要搞懂雪原的剧情 就必须要了解故事背景 既然官方不给咱话 那我就自己来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地底文明 游戏中称之为苏美鲁人 他们特别崇拜古神 甚至愿意给古神生猴子 而那些古神我们可以理解为 就是更高维度的生命体 但凡是生物 必然要有繁殖本能和传播基因的冲动 要不然就会灭绝 而古神是一群比较特殊的生命体 他们互相差异化太大 种族内部反倒无法产生性吸引 换句话说 就是他们无法在族群内完成自我繁殖 需要跟其他生命体构合 才能繁衍下一代 有点像异形的设定 刚好这个苏美鲁人特别崇拜古神 把他们视为上位者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精挑细选出来 一位美女献给上位者供人家传播基因 不过难道古神都是男的吗 为毛你们老是把女人供出去呢 偶尔也供俩帅哥玩玩呗 那这些被上位者那啥过的女性 会有概率怀孕生下神子 总之高等文明想要个 后代是真求男 要是苏美鲁人帮古神诞下神子 古神便会奖励苏美鲁人 而被神眷顾的族群 那肯定就是眷族了 99只苏美鲁人就飘了 我们既然能生下神 那我们应该也能计划成为神 大家应该是平权的 于是一些平权主义者便开始喊口号 苏美鲁人的命也是命 我们不要做上位者的生育工具 我们不要做古神的性奴 生下的孩子要跟我性 彩礼最少18万起 一场浩浩荡荡的平权运动便展开了 并且苏美鲁人还想通过喝神血 诞神肉的方式使自己进化 此举直接惹怒了古神 他们降下诅咒 致使许多苏美鲁人变成野兽 这便是史上的第一次受灾 苏美鲁人瞬间就胆锁了 跪求上位者原谅 再也不敢嘚瑟了 我们心甘情愿做上位者的生育工具 我们求之不得给古神当性奴 生下的孩子必须是跟你性 哎呀彩礼是误会 那是我们给你们的钱 只求上位者大人收了神通吧 但是古神并没有回应苏美鲁人 于是不忍同胞受苦的苏美鲁女王雅南站了出来 他穿上婚纱 甘愿把自己献给上位者 以平息神怒 然后终于有一个叫欧顿的上位者 做出了回应 不过他是无形的 大家只能闻其声 却不能见其人 欧顿享用了雅南的身体 并且雅南也很争气的怀上了神子 就在大家以为苏美鲁人 重新得到了神的眷顾之时 没想到灾难非但没有停止 还愈演愈烈 首都罗伦城又刮起了剧烈的沙尘暴 大家想着会不会等神子生下来就好了 可是胎儿到了足月 雅南却一直没有分娩的迹象 这下所有人都等不及了 他们竟然暴力剖开了女王的肚子 想直接取出神子 而这个神子传承了欧顿的吸引 所以也是无形的 大家只能听到婴儿的啼哭 却看不见他 苏美鲁人称这个神子为梅高 随着梅高哭声消失 大家便彻底找不着他了 也不知道梅高到底是死是活 后来苏美鲁文明就灭亡了 只有少部分有钱的贵族老爷们从地底逃到了地表 他们想在地表重新构建家园 只不过这里已经居住了一群地表人 也就是普通人类 两个族群有个短时间的交集 发现互相并不能融洽相处 苏美鲁的贵族觉得人类野蛮粗俗 心智未开 根本就瞧不起人类 于是他们便跑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建了一座城 取名为盖尹霍斯特 从那时起 苏美鲁贵族便称自己为雪族 而当地的人类之前也得知了 他们的女王名叫亚南 觉得这个名字不错 所以把自己居住的城镇取名为亚南 上学时我的同桌也叫这个名字 雪族想要实现苏美鲁人的伟大复兴 竟然依旧寄希望于联系上位者 他们又重新选出了一个名叫安娜丽丝的女王 只等着上位者能再次临幸于她 反倒是人类这边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 逐渐把亚南城发展壮大了起来 什么叫做求人不如求己 不过度依赖别人 自然也就不会被别人卡脖子 后来大家还专门建立了拜尔金沃斯学院 专门培养人才 学院院长名叫威廉 他的学生无数 但有两人极为优秀 分别是劳伦斯以及米克拉什 有一天一支考古队在地底下 发现了苏美鲁文明遗迹 拜尔金沃斯学院 遂对这个史前文明展开调查研究 然后也发现了高等文明上位者的存在 从此学者们就陷入了 想让人类进化成神的怪圈 威廉觉得只有提高灵式 才能逐渐靠近上位者 那灵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会根或者洞察力 或者是天眼通 提高灵式就能看到更高维度的东西 便能跟上位者进行沟通 只不过他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随后大弟子劳伦斯便提出研究上位者的血液来作为突破口 至于上位者样本是怎么得到的 我后面会讲到 但是劳伦斯的提案被威廉给拒了 因为他觉得苏美鲁文明之所以灭亡 就是上位者的血肉闹的 如果从上位者的血液入手 无异于走苏美鲁人的老路 届时必然会给人类也带来灭顶之灾 然而劳伦斯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 心说你研究灵式又研究不出个啥结果 干嘛非要挡我的道呢 我是不会再跟你这儿耗下去了 大不了老子走人就是了 离开拜尔金沃斯 我看你还管不管得了我 于是劳伦斯带着上位者的尸体 以及学院里的一大群追随者就走人了 这其中有一个叫阿梅利亚的女生 她是劳伦斯的小迷妹 对其特别崇拜 但是劳伦斯走出学院就吃了个闭门羹 因为当时雅南城内正流行着灰血病 而当地的良善金杯教会 给病人发放的白色药片 能暂时缓解病症 所以市民们都只信仰良善金杯教会 搞得劳伦斯根本无法在这儿立足 然后他灵机一动 把上位者的血液吸食后给人注射 说是此法可以彻底根除病症 一些病人一试还真是挺好使的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 劳伦斯便成为了拯救大家的英雄 一时间风头无两 收获粉丝无数 而良善金杯教会则开始日渐示威 劳伦斯趁热打铁 组建了一个叫治愈教会的宗教组织 市民们纷纷又转头信仰了治愈教会 香火不断的治愈教会 有了钱又可以开始搞学术研究了 劳伦斯把从贝尔金沃斯 追随自己而来的学弟学妹们 组织到一起搞研究 他们统一穿的是一袭白衣的着装 于是被人称为白衣圣职 随着时间推移 输血疗法成了雅南最具特色的热门医疗手段 甭管啥病只要来上一管血就能治好 后来就连很多其他地区的外乡人 也纷纷慕名而来治病 雅南雪疗有口皆碑 就这样又过了很多年 一个不爱看新闻的悲催小病号 也来到了雅南想要治病 他就是我们的主角 游戏开头这个坐在轮椅上的瞎子 就是医生了 主角心里犯嘀咕 这祸胡子拉叉又瞎又全的 真的能治好我吗 医生说别贪心 不管接下来发射了啥 你就全当是做了个梦就行了 他竟然听到了我内心的想法 转眼间一罐血注入主角体内 主角顿感天旋地转 便晕了过去 等到再次醒来 医生已经不在了 不是这医生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就把病号往这一撂 就不管不问了 主角起身看了一眼 放在椅子上的字条 上面写着寻找暗淡之血 已在猎杀中胜出 这啥意思啊 什么暗淡之血 什么猎杀 恭喜老贼 你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有多低啊 从来都不能好好说一句 让人能听得懂的话嘛 走下楼梯只见一条半血的野狼 正在啃食医生的尸体 看来我错怪他了 人家不是不负责任 而被狼给咬死了 本作的战斗系统相对比较爽快 玩家受伤后并不会立即掉血 而会先进入虚血状态 这时候我们持续输出 就可以把血再抢回来 算是有点鼓励瘫刀的意思 有一些敌人 我们机关算尽也打不过去 但往往胡乱瞎打时 反而会猛过去 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 然而这时候我们手里没有武器 所以很快主角也被狼给拍死了 随后我们来到一个叫猎人梦境的地方 旁边有一个被抛弃的女性人偶 坐得还挺精致漂亮 在楼梯上我们终于拿到了武器 然后走进一间屋子 主角又见到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瘸子 他热情的向我们打招呼 你就是新来的猎人吧 我叫Gaman是猎人的朋友 主角说我不是猎人啊 我只是来看病的 Gaman说 这可由不得你 你如果不参加狩猎的话 那你就阻止不了罪恶的源头 而源头不消 你将会永远困在梦境里 无法醒来 不过你放心 我会向你提供各种帮助的 你在这也不要局数 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想使用什么 就尽管使用 包括门口那个娃娃 那个娃娃怎么使用啊 莫非它是充气的那种 Gaman说 你现在没有灵事 我给你解释不清楚 你去摸门口的石碑 就可以传送去别的梦境 参与狩猎了 慢慢的你就啥都知道了 那本游戏的所有场景 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梦境 所以玩家在梦中死亡 还能在梦中活过来 而梦境之间的时间线还不一样 这就导致很多人想捋情剧情顺序 结果就捋蒙了 简单来讲 游戏中有许多敌人 其实早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我们主角之所以还能打他们 就是因为我们在梦里 又回到了当初的那个时间线 觉得让没关系 我在后面讲到哪个时间线的时候 会提醒大家的 接下来主角通过石碑 再次传送到了诊所 当当主角想返回二楼时 却发现门已经关上了 里面传出一个清纯女生的声音 我叫尤瑟夫卡 是这家诊所的医生 请原谅我不能给你开门 外面正在进行猎杀活动 我需要保护我的病人 主角说你框谁呢你 我刚从你这走 你这里一个病号都没有 尤瑟夫卡一看被拆穿了 脸上有点挂不住 于是就拿了一个血瓶送给了我们 你赶紧走吧 我这里真没有你需要的东西 哎呦连看病的钱都不要了 那正好 主角离开诊所 便来到了雅南市区 这里有很多在外面溜达的市民 那是相当的热情好客 看见外乡人就会想直接砍死 雅南人的代客方式 就是这么奇特 好在主角身手极好 一一拒绝了他们的热情款待 相比之下 那些没出门窝在家里的人 就显得格外冷漠了 仅有少数的几个人 愿意跟我们说话 主角隔着窗户 问一个名叫老吉的人 知不知道哪有暗淡之血 老吉说不知道 但是有个叫治愈教会的地方 对血液有很深的研究 兴许那儿的人会知道 于是主角便一路杀向教会镇 只不过通往教会镇的大桥 已经被封闭了 我们需要从下水道绕过去才行 在某一个房间的柜子上 主角发现了一个患者的日记 上面写着 当猎杀开始时 治愈教会抛弃了我们 他们封上了大桥 并把雅南复制一具 什么治愈教会竟然这样对待病患 原来当年用血疗治好病的患者 只是一时的假象 逐渐就有一些人 开始出现了兽化反应 劳伦斯为了不让民众产生质疑 所以派出自己的好朋友 同时也是第一高手猎人 Gayman去暗杀发狂的兽人 可是兽人越来越多 单靠Gayman根本杀不过来 于是Gayman干脆招募了 一帮猎人一起来干这个活 然而劳伦斯知道 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 有一天天上的月亮 竟然变成了红色 雅南城内的兽化病情 突然变得异常严重 发疯的人多到数不胜数 于是史上的第二次兽灾爆发了 劳伦斯只好下令封锁大桥 禁止所有人出入 然后让猎人一把火烧掉了雅南 等等 如果雅南在多年前就被烧掉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丝毫看不出焚烧的迹象呢 这是因为主角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其实是新雅南 因为当年有太多外乡人慕名而来 所以雅南城根本住不下那么多人 于是大家就建立了新雅南城 而历史故事里的雅南城 现在已经被换作旧雅南了 并且梦境中的旧雅南时间线 还没有到被焚烧的时候 所以玩家在游戏中依然可以去旧雅南 感受真正的雅南风情 在大桥上主角会见到一个发疯的 神职人员怪兽BOSS 那游戏中见到BOSS和击杀BOSS 以及很多其他方法都能提升主角的灵士 当我们有了一点以上的灵士 再回到猎人梦境时 就会发现那个人偶妹活了 这牛还真高哎 他说善良的猎人要让我来照顾你吧 请闭上眼睛来靠近我 说着他就跪了下来 我需要脱裤子吗 人偶妹说请把手递给我 我全身的裤子都脱了 只是递手啊 那这里就是游戏中的升级系统了 原来GAMEN说的人我妹的证券使用方法就是这 接下来我们进屋质问GAMEN 大坏蛋 原来你曾经干过那么多坏事 我要拿小拳拳捶你胸口 GAMEN说没错我年轻时确实做了不少措施 我奉命图过一个渔村 什么你还图过村 我说的都不是这个事啊 不过你既然都不打自招了 那你就给我说清楚吧 GAMEN说 我本来也没有想隐瞒 我已经为我年轻时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我心爱的女人玛利亚离我而去 她曾经是我的徒弟 当年我和她还有众猎人去渔村调查那些渔民 因为他们不用捕鱼就会有大量收获 而那些渔民各个都变异成了渔人 并且对外来者抱有很大的敌意 于是我们就跟他们产生了冲突 后来我们经过调查发现 这渔人是信奉了一个叫科斯的古神 而受到了神的眷顾 当威廉院长得知此事后 便再次派我们来抓科斯回去做研究 渔村的渔人们随即奋起反抗 于是我就杀光了他们 期间玛利亚一直劝我放过无辜的渔人 但当时我已经傻红了眼 根本听不进劝 事后玛利亚看我的眼神似乎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他扔掉了武器并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原谅我 然后他就走了 主角问那上位者科斯呢 他被你们抓回去做研究了吗 根本说当我们发现他的时候 不知何故他已经死掉了 但奇怪的是他竟然在死掉的状态下 还分娩出来了一个孩子 这个科斯的孤儿一见到我就发了疯似的向我冲了过来 似乎是想给他的母亲报仇 于是我挥舞镰刀 就把他砍成了两半 然后我们把他的尸体带回了学院 我替威廉干完这个脏活后 顿感生活失去了意义 刚好那时候劳伦斯也想要离开学院 于是我就跟他一起离开了 临走时劳伦斯还带走了孤儿的尸体 劳伦斯就是用他的血才使得治愈教会发展壮大 期间我找过玛利亚希望他能再回到我的身边 可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护士 潜心治病救人的玛利亚只想用余生赎罪 端然拒绝了和我破镜重圆 无奈我也只好把重心又挪到了事业上 而这时亚南城内一场兽化病肆虐了起来 重操旧业的我又帮劳伦斯干了不少脏活 直到血液那晚他竟丧心病狂的下令烧掉了整座城 在这之后我自知罪孽神众再也不愿参加任何杀戮 我跟劳伦斯便分道扬镳了 回归常人生活的我对玛利亚越发思念 但我听说他已经死了 于是我就照着他的样子做了个人偶魅 以排解相思之苦 主角先说不会吧 你心爱的女人就这样让别人随意使用 你牙是不是有绿毛屁啊 然后张口问那你后来都不帮劳伦斯干脏活了 为什么治愈教会的丑事还是没有传出去呢 搞得我们这些不了解内情的外乡人 依然傻不垃圾的跑这鬼地方求医问药 K曼说劳伦斯的人格魅力是很强的 他身边又不是只有我一个猎人 我知道有个叫小路的家伙 武艺极高 而且对劳伦斯是忠心耿耿 我走之后 他就成为了治愈教会的第一猎人 不过小路的全名叫啥来着 路边拉席 记不清了 总之你将来若遇见他 可得小心点 主角点点头便告别了Gaman 返回亚南市区继续前进 沿途会隔着窗户跟一些NPC对话 他们会想让主角告诉他们哪有避难场所 如果这时候我们再返回诊所 跟那个叫有什么玩意的女人对话 他就会表示愿意提供场所给大家避难 但是他的声音却不像之前那么清纯了 主角心生疑惑 这女的应该不是之前跟我说话的 那个叫有什么玩意的女人 然后主角继续赶路 便来到了教会镇的欧盾小教堂 这里有一个身披红色衣服的小可爱 他是良善金杯教会的成员 只不过此时的良善金杯教会成员 已经所剩无几了 小可爱希望我们把没变异的市民 叫来这里避难 相比那个黑心诊所 我觉得这个小可爱貌似更真诚一些 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把那些NPC都叫来这里吧 那欧盾小教堂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 乘升降梯上去就可以来到治愈教会工厂了 不过这里的人现在也都变得极具攻击性 看来他们是什么都不会回答我们了 而再想往上层走 门就被锁上了 主角从一旁的木桥往下跳 阴差阳错的便来到了一个废弃的旧工厂 这里和猎人的梦境简直一毛一样 而屋里头也有一个人偶媚 只不过他不会动 在桌子上我们可以捡到一根三分之一旗带 但这个三分之一旗带游戏里总共有四根 所以这其实是翻译错误 它应该被翻译成第三条旗带会更贴切一些 接下来主角想去治愈教会的大殿碰碰运气 可是刚走到欧顿小教堂门口便碰到了一个口袋哥 他是曼西斯教派的成员 专门负责抓人回去做活体实验 那曼西斯教派的老大就是拜尔辛沃斯的另外一个精英学徒 米克拉什 当年他跟劳伦斯先后离开了拜尔辛沃斯学院另立门户 而米克拉什既觉得研究灵事没前途 又觉得研究血液不靠谱 所以他是想另辟蹊径直接复活一个上位者 于是曼西斯教派成员就忙从米克拉什帮其抓人做实验 现如今口袋哥把主角抓到了卫健村的监牢中 可见两地时间线是不一样的 这边口袋哥还在盲目抓人 可那边曼西斯教派其实全员都已经死光光了 另外口袋哥竟然还忘给牢门上锁了 于是主角轻轻松松又跑了出来 沿途还搞死了一只黑兽 从卫健村这里我们是可以打开旧亚男的后门的 虽然我们之前可以从旧亚男的正门直接进入 只不过走不了多远就会听见远处传来一个猎人的声音 他说人们已经放弃旧亚男了 现在这里只有怪兽 你还是速速回去吧 如果我们不听话继续前进的话 那个猎人就会在高处用机枪对我们进行扫射 而从后门走的话 我们就能爬到机枪哥的位置 跟他来一场face to face的交谈 这样才会跟他达成和解 机枪哥告诉我们说我叫老邱曾经也是治愈教会的猎人 旧亚男城中的怪物其实都是人变的 他们很无辜也很可怜 我看不惯给满烂杀无辜 就从他的队伍里脱离出来组建了火药桶帮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旧城剩下的人 你若不杀他们那我就做你的朋友 你若杀了他们那我就是你的敌人 主角说没想到这世道竟然还有如此心地善良之人 我答应你不在这狩猎 不过给满早已金盆洗手多年 很久都没杀过任何人了 或许你们也可以兵士前嫌 机枪哥说别扯了 几天前我还亲眼见过他毫不留情的斩杀便义之人 哦对每个梦境的时间线是不一样的 我老是搞混 告别老邱后再次传送回欧顿小教堂 这次我们绕着点口袋阁再次前往治愈教会大殿 推开沉重的大门便能瞅见祭坛前跪着一位白衣女子 而他就是劳伦斯的小迷妹阿梅利亚 主角刚想问他关于暗淡之血的事 没想到他砰的一下就变成了一只白洋怪物 我擦要不要这么寸呢 关键时候竟然受化了 于是主角只好送走了阿梅利亚 这里的祭坛上摆放了一只动物头骨 刚才阿梅利亚貌似就是在祭拜他 主角用手一摸竟然看到了劳伦斯与威廉绝别时的景象 威廉院长在劳伦斯离开学院前还不忘嘱咐他 千万要小心股神的血液 如此看来这块头骨应该就是劳伦斯的了 多年前劳伦斯在血液研究上经历了种种失败后 便彻底放弃了 他凡然醒悟觉得血疗根本无法治愈疾病 血液也无法让人类净化成神 而因为自己的执着却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 于是失去信念的劳伦斯 瞬间浑身起火变成了一只圣植兽 而他的追随者兼好友布拉多 则砍掉了劳伦斯的头颅 结束了他的痛苦 后来阿梅利亚就成为了治愈教会的代理人 直至被主角杀死 这下等于线索又断了 主角失魂落魄地往回走 到底什么是暗淡之血 什么是罪恶源头 晃晃悠悠来到一扇大门前 突然有人从里面喊了句 口令 主角张嘴便说 千万要小心古神的血液 于是大门便打开了 那主角又是咋知道这句话是口令的呢 因为这里弹出的对话框就俩选项 一个是这句话 一个是保持安静 那我当然就知道咋选了 进门后发现那个问口令的人已经死掉了 喵的死人也能问口令 这货还真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啊 再往前走便是多年来 从未有人踏足过的禁忌森林 一路碾压敌人来到最深处 有三个鸡老 想阻拦主角继续前进 主角碎跟他们打了起来 击败三鸡老后 主角心说这里面有啥好东西啊 还不想让我进去 于是踩脚便来到了里面 原来这儿就是传说中的拜尔金沃斯学院 昔日辉煌无比的大学院 现在已破败不堪 学生一个没见着 但大虫子倒是没少见 推开一扇门来到月盼湖 只见老院长威廉坐在摇椅上 正安逸的晒着月亮 跟他搭话 可是他已经老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只是拿着手杖指向前方的湖 莫非湖下面有什么东西 于是主角壮着胆子便跳了下去 果然这里别有洞天 根本不是水下场景 而这里有一只说不上来像啥的怪物 主角试着打了打 血条出现我们便能得知 原来这后的名字叫罗姆 他在学院的学生中 属于资质较差比较愚钝的那类 当年劳伦斯和米克拉什出走 几乎带走了所有学院的学生 只有罗姆依然死心塌地地守在威廉身边 后来罗姆应该是阴差阳错地 获得了一颗陨石 然后稀里糊涂地就净化成为了上位者 这颗陨石乃是一个名叫 伊毕斯塔的外星女孩的坐骑 游戏里他长这样 我是分不清他的性别 但游戏说是女孩的就是吧 许多年前伊毕斯塔就乘坐陨石 撞到了苏美鲁的地盘 并困在了那里 罗姆触碰陨石成为上位者后 便拥有了一项可以控制时间的技能 于是他就把时间定格到了 雪月降临的那一刻之前 因为他要阻止米克拉什复活 古神的疯狂计划 只要雪月不降临 仪式就进行不下去 讲道理 要不是我们得击败罪恶的源头 才能离开梦境 我们是真的没道理杀罗姆 这祸在众多NPC里 已经算是一个人畜无害的人了 但不杀他的话 我们就无法打破时间的结界 主角将永远无法找到罪恶的源头 所以对不起拉罗姆 谁让你挡道了呢 主角手起刀落 便杀掉了一个上位者 紧接着时间又可以正常推移了 雪月降临 耳听着周围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扭头一看 竟看到了一个身穿婚纱的女人 而她的肚子上有许多血迹 似乎像是被剖开的样子 莫不是 她就是传说中的亚男女王 我天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哎呀 本期讲不完了呀 雪原的故事背景实在是太多了 我还有很多没讲到的地方 但碍于篇幅关系 咱分个上下期吧 别喷我 要不然我心情一不好 下半期说不定就没了 好吧 关注好事三连一波 咱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